在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知道 往生极乐世界 没有一个人是例外的 都是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真心 不怀疑真心 第二个呢真想去 极乐世界好啊真想去 我们必须要很清楚很明白 到极乐世界去是上学去的 到那去留学去读书去的 极乐世界是个学校 这个世界里头只有年重人 一个是老师 一个是学生 除了年重人之外 其他的都没有 这个世界里头没有政治 没有政府 没有过往大臣 也没有四能工商 如果有 佛一定给我们介绍 统统没有介绍到 只介绍了菩萨跟佛 所以我们就晓得 它是学校 我们当然去留学 毕业了就成佛了 所以那个地方是名副其实的佛学院 阿弥陀佛的佛学院 去干什么的 去做佛的 真正发行 想做佛 我们就一心一意 掌握 掌握这三个条件 真心 真愿 真念佛 念佛是关键 怎么念佛 大师智菩萨教导我们 都学六根 今年夏季 这是收学 都是六根 是把六根 就是六识 收回来 也喜欢看 而喜欢听 这六识都往外头跑 往外面境界上跑 现在把它收回来 也不看外面 专看阿弥陀佛 而不听这些杂乱的音 专听阿弥陀佛 这叫收学 也就是说 从我们种种嗜好 收回来 把所有的嗜好 放下 夜心专注 这叫专念 夜心专注 住在 弥陀 名号 这种 换一句话说 心里头 只有这一句佛号 除这一句佛号 什么也没有 这就是 都市六根 静年相继 这个静的意思 就是没有怀疑 没有夹杂 这叫静年相继 一句接一句 这个功夫成就了 你就决定得胜了 真正成就的功夫 功夫里都分九等 上三平 中三平 下三平 分九等 上三平的 就这样的功夫 就能够往生自在 想什么时候去都可以 多住几年 也不该死 真的大自在了 刚才说过了 多住几年 就寿命到了 还要多住几年 为什么多住几年呢 劝大家念佛 多带一些人 到极乐世界去 带得越多越好 跟你有缘的人 要帮助他 这个机缘太难得了 被千万劫难遭遇 所以一定要把这个 这个法门 这部经题 介绍更有缘人 所以有缘人 他能信 他能理解 他肯接受 这都是有缘人 世明 得三比土 必如阵定之举 鼻阵大半裂半裤 有缘人 有缘人 有缘人